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igo夫妇两个人出生成长在台湾 他们都是从小就跟家人一起回教会的 可是到科威特的时候我们没有找到 因为我们可以说是等于是从台湾来的第一个家庭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都是我们两个人自己就是祷告 自己赞美 自己常常很多事情就是我们两个人 对外因为也不能公开 因为这是违反他们回教的法律 在科威特的教会生活 就是一些华人基督徒以家庭聚会的形式 每个星期一次聚在一起唱诗和查考圣经 但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战争 破坏了这种平静的生活 这个战争呢让我们所有在科威特的东西几乎都消失了 那我们的所有东西也都不见了 留下来都是没有用的 如果我没有幸福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走过来这条 感受上很多事情都能够交代出去 交托出去 在那段时间跟我们经历一道就是说 我觉得好像我还有一个力量在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还是不去看这些损失 还是往前去冲 把我们仅有所有的资金 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 也帮我们筹备了一些钱 所以我们用这个钱再重新开始 两个人很努力去做 那我们的祷告我觉得神也在听 我们虽然损失很大 可是我觉得我们后来现在的 可能比以前得到的还要多 所以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很多 每次我遇到什么挫折 或者是不顺的地方 我觉得神每次都带领我走出来 1980年 正是两伊战争爆发那一年 整个中东的局势相当混乱 Migo和她丈夫在杜拜开了这间中国餐馆 但是接着下来那几年 餐馆的生意都不好 一直到1987年 他们开始建设这个国家的时候 生意就开始好了 那一直到打仗 就是伊拉克跟科威特战争以后 很多美军各国的军队 还有这些油公司都在这边 因为要进去帮忙科威特扑灭火 那个油炒 油井 所以生意就非常好 所以现在大概我们这二十几家的餐厅 在杜拜算是不少了 杜拜当地的华人都亲切地叫Migo做韩大姐 因为她时尚热心帮助人 Migo也是当地华人教会的发起人之一 那我们当初我来的时候 这里是没有华人教会的 那时候就是五位太太 我们就在家庭里面 开始小的聚会 查经啊 然后赞美啊 然后彼此之间看有什么需要 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这个小的group 让外面的人慢慢地知道了 2000年的时候 中国人很多开始从中国大陆过来 他们知道有这个小的聚会 他们也来参加 我们就变得越来人越多 那我们觉得家庭不适合了 所以我们就去跟这个叫做UCCD 的美国联合基督教会 跟他们的牧师商量说 你可不可以拨一个房间给我们 我们不跟你们同时 但是让我们继续找上来做查经 因为我们没有牧师 他说好 他很欢迎 那时候我们就 华人就在那个教室里面开始 现在我们的教会 是算蛮稳定的 而且是第一个华人的基督教会 在这边 他都尽身决力在那里 成为一个骨幹 在那里打理这间教会 帮助这间教会 后来当这间教会 成长了一个很具规模的时候 他都成为这间教会的主要领袖 就是说像我常常跟我们的小组讲 我说我常常奉行 是对神的就是说三心二意 三个心 第一个要有信心 第二个你要有爱心 第三个你要有耐心 我说两个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你要有这个善意 行善的 第二个是要诚意 是诚诚实实的 你不是做给外人看的 你是要对神交代的 因为我们就是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向神自己交代的 不是向任何人去交代的 所以我就跟朋友讲 你记得我这个三心二意 你这基督徒就可以出去行道了 因为耶稣基督 Migo没有被沙漠和战争嚇到 反而好像沙漠玫瑰一样 还强又有风采 我应该在中东这个地方 好好地侍奉主 把主的福音传出去 我现在越来越清楚觉得 神为什么让我从科威特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就是我本来可以去美国 我又选择要回到中东来 我没有办法说讲得很明白 但是我知道神在我里面做工 我是很恭敬 我也愿意很谦卑地 按照神的路给我们来走 像我已经六十几岁 可是我觉得我还有体力跟精力 我还希望能够做一个宣道士 我要让多的人知道 其实神在你的灵里面的时候 你是平安的 你真的是平安 而且你永远是喜乐的